大家看经常有花有反应啊 自己的蝴蝶蓝叶片上面有这种黑色的斑点 那么这种斑点的话呢 其实一般都是病菌感染造成的 也就是在高温高湿的时候 这个病菌大量入侵 就会导致植株叶片上呢 有这种黑色的斑点 如果我们不及时用药防治 那么它会越来越多 甚至是导致你这个叶片整株腐烂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怎样防治呢 如果斑点还不是特别多 没有整片叶腐烂 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直接用这个本甲比作指 这种内吸性渗透力比较强的杀菌剂 将植株体内的病菌给消灭掉 这样就可以控制住病斑的继续蔓延 使用的时候呢 取其中一粒胶囊 然后我们将它与清水 按照1比500的比例对水稀释 稀释之后呢 就给你的狐蝶蓝整株页面喷石 我们5到7天喷一次 连喷2到3次 这种杀菌剂的话呢 我们一般不要对着花喷 它对花不会造成什么损伤 但是呢 最好就是尽量避开花朵 然后叶面喷湿就可以了 如果是预防的话呢 我们就一个月喷一次 但是如果说叶片已经有整块 大块的病斑 觉得非常难看的 我们可以先把它剪掉之后 再来喷杀菌剂 好了 本期就跟大家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